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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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党 今天很欢迎 看到财政预算案 2020 和2021 其实 我的党魁 也已经 刚才跟我说 我应该在说话之前 一个九十度鞠躬给一个财政司司长 多谢他 但其实不仅仅是他 特首在300亿 防疫的措施 我们饮食业有 37.3亿 的钱 去帮补 加上今次的财政预算案 对我们的业界 事实上 真的在一个这么辛苦 几十年 都未见过这么严重的时间 政府伸出援手 我首先想说说 一会儿我知道党魁也会 补充 我在去年 7月的时间 第一次见财政司 我都希望他能够推出 03年我们沙士 当时财政司 也都推出 100%的担保 给我们用三个月的人工的上限 借钱给我们 低息政府担保 当年这个计划 是很成功的 那个坏账率也很低 是受到欢迎 之后 好几个政府 好几年来 政府都不是很想见 百分百 所以由最早08年推七成 我们当时自由党 见过那些银行 就发觉他们八成肯定 政府也接受了 在这个七月 我们见到财政司司长的时间 提出这件事 他就把八成提到九成 但是银行借贷款 给我们的业界仍然见到困难 也多谢财政司 看到这个困难 所以他这次推出 百分百 所以他这次推出 百分百 还是做了一个六个月可以先还息 六个月后 就是分三年的 就是还本 这个就在现在这个时间 就真的很好 我真的在这里呼吁所有的银行 不管你是大和小 既然政府是百分百担保 你都应该去做 但是我也提到 业界就是 不要因为息便宜 不要因为容易 大家如果借了一些钱 无能上还 千万要想清楚 最好去借 那当然 就 有几项的措施 都是延续 就是这个 为非住宅用户 提高的电费 也都是继续延续 那这个 就 和27段 6 就 将排污费 和水费 都 加多几个月 就是 和我们去年 一早得到 那一年的工商业污水附加费 大概拍平 那 就是 新逢税 利得税 当然 我们 上个星期 我们再去见财政司 我们 因为第一个去见财政司的政党 因为这个疫情 我们都加了码 但是我想 都游说不到财政司 再在那个上限里加码 但是他在利得税那里 差响 商业登记 公司周年 这个申报 都继续支持 特别是 最关系到我的业界的 就是 他在所有 房业 房委会 现在政府物业 康民署下面的娱乐措施 那个六个月的租 它是延展多六个月 那应该去到 今年的 可能8月底 或者9月 因为这个是 第一轮的 就好像去到3月31 那所以这些是我们 是很欢迎的 那所以呢 就 当然 那些食牌的牌费 和酒牌 就上次 由1月1日 就 给了我们 欢迎了一年 那 今次就没有再提 这个项目 但是始终 我们都去到年底 这个都有一个 你的牌到期 都可以 有个免费的 那 或者我们 时间 我想 阿 邵家辉 你说一说 你对这个财政预算 是 我们 刚才主席 都 讲了 关于我们业界上的问题 那 在零售方面 那 之前的300亿 就会有 56亿 就会拨过来 给我们零售界 那我们现在 其实都是 和政府 和有关当局 正在来定零售的定义 而我相信很快 政府都会公布零售 可以申请公司的方式 而在这份 的财政预算 那边 刚才 张员也提过 那100%的信贷保证 我相信会帮到很多 我们自己本身的业界 因为除了在之前提到 56亿的零售方面 我自己的批发业界 也是面对一些很严峻的问题 那他们觉得 之前的56亿 帮不了他们的话 那我相信在100% 那200万的借贷 也会帮到他们的资金流 在现在这一刻 面对着的困难 而在讲到电费 水费等等的问题 我相信也会帮到我们的业界 那我特别想提提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其实本身应该 我们集中 和一些业界 在讲那100万元 其实如何去理定 那我其实很多时间 晚上都讲到晚上 10点多 1点钟很多业界人 和时间打给我 直到上个星期五 我相信大家 留意到财委会 那其实有一个 就是关于 最后有一个37A 有10个37A 其中一个 就是关于那1万元的 每人派1万元的 动议 那在那个事件之后 我想跟大家讲 我过了几天 我用了超过三分一的时间 要作出解释 为什么我们的建制派 在那一刻 那个37A 我们会投了反对票 而不赞成 就是去讨论 那样 在坊间很多市民 或者有些人炒作 就说我们不支持 去派这1万元 给全香港的市民 那我想重申 其实大家在媒体上面 也看到 自由党 差不多是第一个 是要求 政府去派1万元 当时是现金 或者是消费券的 我们过去的自由党 其实最不同意派钱的 一定是我们 为什么今次 我们这么早要求政府 去派这1万元呢 原因就是 我们知道 当时在社会事件 已经令到我们的业界 其实是苦不堪言 我们很希望 政府可以派钱 去振兴所有的 经济链 和市民的心情 所以我们作出这个呼吁 而当日在财政司 在财委会 最后有一位议员 他提出这37亿的动议 我们只是讨论 他们的投票 只是说我们讨不讨论 但如果大家看到 当时的时间 已经到晚上8点多了 如果我们继续去投票 去说讨不讨论 每人三分钟 六十多个人的话 上个星期 不可能通过的 现在我们的饮食业界 和零售界 现在是苦不坑言 随时就倒闭了 如果上个星期 再通过不到那300亿 马上去想些方法 去支援他们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会马上失业 亦是这个原因 当日我们不赞成讨论 但我从头到尾所说 我们所有建制派 我知道全部都是贊成 我们不介意 其他非建制派的同事 其实都是同意这个方案 但是如果外面的坊间 是用这个方式 去调转我们不同意的话 希望所有媒体的朋友 作出一个公道 帮我们 告诉香港市民 这个是不时事实 好吗 我想补补补 就是刚才说到的百分百担保 其实就是给中小微企 过往都未去 立入了上市公司 或者是创业版的 我都预备和财政司司长 去反映 其实好像我的饮食业 虽然不是很多间 可能十几二十间 是在创业版 或者是上市 但是其实他和其他中小微企 都没有什么分别 都是缺乏资金 也都很难去公股 或者叫股东去科水 所以更加困难了 他们 所以我也希望 和财政司事后跟进 看看可不可以 都立入了这些上市公司 如果不是主板的 都起码可以立入创业版 Frankie到你 我们航运交通界 在最主要的舒缓措施 在刚刚宣布了的抗疫基金里面 那里占了大概三十几亿 主要是海上和陆上的交通工具 那方面 在物流方面 在一些政府的临时土地上 运作的那些 这个财政预算 都确认了 会将减租百分之五十 延续多六个月的 那和短期地契的条款 豁免输 那这些我们都会受惠 那但是呢 还有我们的 航运交通界里面 很多不同的行业 都是未能够得益的 那我们会 希望政府稍后 都会研究一下 是不是有第二轮 或者第三轮的一些抗疫基金呢 希望能够多些 照顾不同的范畴的朋友 那但是今天看到呢 最重要的是 刚才我们主席也提到了 就是 政府担保的百分百 那个二百万那个呢 是能够真的舒缓到 大家目前的资金短缺 那个困难 那我们希望那些业界呢 都尽量去申请这一方面的协助 那今年的新的措施呢 就不是多的 那它里面有些 嗯 不同的项目 就是 譬如包括这个 船舶出租商的 利得税的宽减 来吸引这个 那些船舶租赁的公司 来香港 落脚 以及一些 撥款 三亿四千几百万 是支援第三方物流的 一些技术方面的发展 那这样 那这些都是 以前说过的东西 那我们都是 当然是绝对支持的 那但是我相信这一刻呢 我的业界呢 比较关注的 就是怎样输困 就是解决它 目前资金短缺的困难 就反对这些长远措施呢 在这一刻呢 它们又不是十分关注的 那但是呢 我也是相当之 接受这一份预算案的 那希望政府能够继续 在不同层面呢 再考虑 那我在这里想提一提呢 就是我们和财政师 都反映过的 就是有些大银行 已经出了的 还市不还本的措施呢 并非是所有的银行都落实的 仍然是我的业界 遇到一些的困难 因为呢 我们通常做车会呢 是去一些比较中小型的银行 那我希望财政师 和金管局呢 在这方面都能够再帮忙 好 党灰 党灰 谢谢 当然我们正在三位呢 就表达了 我们十分之欢迎 财政师师师长 今次的预算案 那我会给 十二个字 财政师师师长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过往积福房机 今天开仓牌米 那这个事实上 是过往一直财政的盈余 去到一万一千亿的情况之下 是要准备 面对 就是今天我们的困境 而今天呢 财政师师真的开仓牌米 那很欢迎 就是当然 每个市民十八岁以上有一万元 那我们曾经担心呢 就是他会打个折 就是不给了一万 或者八千 或者六千 今天很高兴地 他真的不听我们的意见 是给了一万 那另外呢 在那个防疫三百亿基金那里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业界的人呢 就说 为什麽 只是帮几个行业 就是其他很多行业 都面对困难都帮不了 今天那个百分百二百万 上限的担保呢 就真的帮到了 这个尤其是呢 说明是要来交租和出量的 就不是给他做其他任何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计算的数据呢 如果是借足二百万 他分三年来还的话呢 每个月是五万五千多元而已 那这个是很多企业都负担得起 还有如果头半年都只是还息 不用还本的话呢 如果那个息口 今天施长说会是低息 我希望是大过两厘左右 如果用两厘来计算呢 就每年的息口呢 都是四万多元 就是说每个月呢 都是给三千多元息 头半年如果只是给三千多元 这个事实上是绝对帮助企业 过渡得到的 在这个困难的情况 不过当然有少少就扣紧些分 就是没有特意一个政策 是帮一些做出口 做工业界或者仿族界的企业 那这些企业 当然都是面对着不同的困难的 那但是这二百万的百分百担保呢 基本上都可以帮到大家 还有一些电费的补助 水费的补助 差响的扣减 各方面这些都会帮得到的 那 实际上 今次有一千三百多亿的 的 deficit 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就是 财政司长计算了一条数 就算到了2025年呢 财政盈余呢 的储备呢 都还有九千多亿 那加上呢 今天司长提了我们呢 原来还有很多不同的基金 已经之前去拨开了 例如 现在说的未来基金 那里有两千亿 那还有其他不同的基金 在不同的轨统呢 就是这些如果回拨回去 可以作为财政的支出的话 这里是在说的 我相信起码有四千亿的 所以现在整体来说 香港那个经济环境 或者财政的 是很健康 还有 储备还是比其他世界 很多地方 是健康很多的 所以我相信 就是未来 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就是香港 那个 政府的 财政经济环境 不过最后一句呢 就是说 今次 很欢迎 很高兴的财政司长 真是很接纳 我们不同 人士 党牌的意见 如果特区政府 未来 都是 用这样的态度 肯听别人说的话 我相信香港 走出这个 困境的时间 将会很快 多谢大家 你说要局供 你叫我之前要局供 那我说你不跟他局了 那我不局了 那我不局了 是吧 对吗 我还未能听到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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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不起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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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